你跟家说了吗 明天去玩 好 没说了 会乐呵的 没说 那不说呢 这里面不定好了吗 早就定好了 还不说呢 我老婆你也不知道 你去 跟他说什么 你不能让我去啊 那你没说呢是吧 没说 那不说呢 说了没用 跟我说什么呀 要不这样 我了解你媳妇这个人 对不对 我了解 要这样 你看你跟你媳妇好好说 我当你媳妇 你看她适应 肯定能行 你跟你媳妇好说 肯定能行 好 来来 这口 这口 老师他家还有个孩子 六岁 平时都在 对对对 你就当他儿子好不好 吃吃吃吃 家人都在啊 家人都在 刚吃完啊 我老婆一般坐这边 还不少呢 我跟你老婆说吧 嗯 媳妇 那个 明天我想跟同事们出去乐呵乐呵 乐呵了 对你还乐呵乐呵呢 好啊 这不是美满家庭不够可谐吗 你要出去乐呵 你乐呵什么 不行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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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你媳妇这个人怎么这样 不是说没有用吗 你看 你媳妇人不好 哈哈哈哈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你看 你不能跟你媳妇说乐呵 你这么跟你缓困了吗 我说什么呀 哈哈哈哈 要你和你媳妇说 你说你出去聊工作 聊赚大钱的事 哎呀 这个老二不挺喜欢钱吗 你跟那媳妇有钱吗 你媳妇肯定能拿去 你赚大钱 她肯定开心呢 哦 对不对 哦 你看这么说 你媳妇就肯定能同意了 哦 然后你跟你媳妇说吧 对吧 这次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这不你就说聊赚钱的事 你两个人 好 让你出去啊 谢谢 媳妇说 啊 媳妇 那个 我明天想跟同事们出去聊聊 然后聊聊挣大钱的事 花大钱 就是你还赚大钱呢 初中还没毕业 只想赚大钱 你说你给约约 这五千一五百块钱 我得养着你 你还赚大钱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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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媳妇人太过分了 哈哈哈哈 这个就开始 哈哈哈哈 你又说什么呀 我说的 哎呀 哎呀 你媳妇在有点伤脸 我就说 我就说不懂意的 就不懂 别变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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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改 咱改一个路子啊 你媳妇肯定不行了 嗯 你媳妇没 没着了 我怎么说 想想 这样 嗯 你26岁 喜不喜欢玩具 喜欢 大玩具 喜不喜欢 喜欢 这样 从你儿女的事儿 你说你说 爸明天出去玩了 给你带大玩具回来 你儿人 爸你快去吧 给我带我拿 这肯定能行 然后再让孩子劝妈 妈让爸去吧 过来大玩具回来 妈喜欢 现在孩子去去去吧 你这不就行了吗 你换这个招 这挺好 小小小小小 好 对 从儿子上 看见没有 你看见 好 好啊 睡一会儿 睡一会儿 儿子 爸爸 那个 爸我明天出去一趟 嗯 回来给你带着大玩具怎么样 把我想的 我妈的一会儿 孩子怎么天下来 你还想出去啊 啊 不是被他带的吗 我还想出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 要 要你明天别去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 我再交钱 你回家 那别说 真身体后 我的钱 就不费了 对了 老实在带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就还要哄哄 哈哈哈哈 我 哎 哎 我是 哎我